大嫂 大嫂你给我出来 把话说清楚 老三媳妇 你这怎么了 还怎么了 你装什么装啊 我装什么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咱爸妈的工资卡还有存折 不都在你手里赚着吗 你要是实相的话 赚几时间给我拿出来 老三媳妇 原来你这气势汹汹的 是过来跟我要东西了 你想对我撕破脸是吧 好 那我就跟你说一说 凭什么在我手里 我告诉你 不管是工资卡还是存折 都是他们自愿给我的 老三媳妇 存折和工资卡 都是我自愿给你大嫂的 我才不相信呢 谁相信啊 老三媳妇 我这当大嫂的 可不欠你什么 你买楼房的时候 我们还出钱了呢 这十多年来 公公婆婆 大病小病 你有管过吗 你来看过吗 你出过钱吗 你去医院陪过床吗 你给爸妈送过一顿饭吗 你来看过他们一眼吗 照顾公公婆婆 是你这个当儿媳不是应该做的吗 你可别忘了 你也是当儿媳的 她不是生了一个儿子 她生了两个儿子 你也知道是两个儿子呀 那凭什么工资卡和存折都在你这儿呀 凭什么 或许我知道他们信任 他们的钱我一分钱都没动 这么多年来 谁对他们好 他们心里清楚 你不孝顺 你还有理了 我不想听这些没用的 赶紧把爸妈的工资卡 还有存折拿出来 老三媳妇 你为了钱 可真是六亲不认啊 这么些年 我付出了多少 你们心里也清楚 我也没指望 你们感激我什么 哪怕 你就说上几句暖心的话 这么多年 多亏有你照顾咱爸妈 我心里也高兴 可是你呢 觉得这一切都是我们家应该做的 那你们呢 他们没有生你们吗 你们不是儿子儿媳吗 钱虽然重要 但是比钱更重要的是亲情 是无愧于心 你还有事吗 没事 以后就少来 这里不欢迎你 稳定不需要 这种资格的 这种资格的 我 不需要